女代表大会上 一百多位在不同岗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妇女 被评为南京市三八横旗手 在受表彰的人群中 记者见到了被誉为南京最美女教师的张卫 就是她在轻生女孩坠楼的一瞬间 用手臂接住了女孩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张老师当场昏迷 手掌骨折 鼻梁鼓鼓裂 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康复 那个是一瞬间的 真的没有时间去思考 这个实话说吧 假如有时间思考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 确实是是一种本能吧 因为我在学校就一直十几年 就是做学生管理工作的 所以应该说学生利益低的这个意思 应该是就是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在网络上活跃着一个 由南京六百多名年轻妈妈组建的爱心妈妈群 从救助家庭困难的铁路宝宝开始 短短两年 爱心妈妈群已经帮助了26个患病的困难孩子 今天他们的代表刘德娟 替所有爱心妈妈领回了三八红旗手的荣誉 一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就是出于最初的就是母性 最纯善的最本能的母性 然后觉得这些孩子非常可怜 我们愿意去帮她 然后慢慢的我们觉得这个群慢慢汇集了以后 现在就是觉得是团队的力量吧 刚才他们还在发消息给我 又接到两个求助 一个是白血病的 还有一个是老鸡水的 会后我们还要再去 儿童医院再去看那个孩子 女性不仅用温柔和爱心传递着社会的正能量 还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顶起了半边天 省委常委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表示 在智慧产业聚集的第三产业中 女性从业人员达到56% 女性传统的体力弱势 有望被智力上的优势所取代 未来五年 南京将出台改善妇女生活和保障妇女权益的一系列措施 提升妇女生活品质和幸福尊严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